今天我們帶您來關心的是 在美國虎視 由於檔個股上演 金氏大騎航是特斯拉 它竟然在市值上幹掉市值王豐田 而且股價漲破了1000美元 成為全世界市值最高的車廠 為什麼特斯拉這麼厲害 我想我們最近這一段時間裡面 都有提醒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個特斯拉可能要成為千金股了 果然在昨天晚上 它大漲了將近快9% 它的收盤跟它的最高價 幾乎是收在相對高 因為它最高點是1027 它昨天收在1025 所以剛剛阿關有特別提到 我們觀察一家汽車公司 最重要就是它的市值排行 它的市值排行已經正式的什麼 贏過了豐田 各位要知道它現在的市值 特斯拉的市值 是1865億的美金 那豐田其實在最近這10年 一直都是穩坐寶坐 它只有中間有一年 就2015年的時候 它曾經被這個福斯汽車給贏過 因為當年的福斯汽車 大概年產量是504萬輛 豐田是502 小輸 所以那一年被福斯趕過去 但是隔一年 福斯就是因為柴油車的 這個造假的一個事件 而且雲落 所以變成是說 豐田長時間這10年一直撐亡 但是沒想到一個新的里程碑在昨天誕生 那昨天晚上到底在漲什麼 就是很可能是一個原因 就是在特斯拉 就是美國股市的開盤前 馬斯克就發了一封mail 給他的一個員工 說他這裡面有一台很重要 在2017年發表 一直到現在還沒有做出來的車子 那一台車是卡車叫Semi 然後Semi很可能在明年度 就要交付量產了 是這一輛卡車嗎 對 那這個卡車當然很重要 這個卡車等一下我們會說 它有多重要 因為這個消息就讓它大漲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台卡車是2017年的時候發表 當時一陣驚艷 但是2019年本來說要交 但是交付不出來 它的外型真的很炫 非常非常的炫 這個很像柯博文對不對 就感覺起來 柯博文 對 有點像變形金剛 甚至又很流線 這個已經顛覆了大家 對卡車的一個概念 那各位要知道卡車對美國人來講 尤其對問獎來講非常重要 第一個就是時間 對 因為他們是時間就等於錢 你跑的燙速要多 所以你時間要少 那你不可能停下來充電 你停下來充電的話 你相對就耗時對不對 那你要知道電池的續航力 特斯拉的這一台Semi的續航力 是號稱500英里 500英里的話 各位要知道等於是805公里 那這樣子的話 就贏過了同期的卡車 卡車400到500 幾乎快將近九成多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 就是它的安全性 因為它強調的是自駕對不對 所以它有這個Auto Pilot 這樣的一個 第一個它可以無人殺 這個防殺 自動剎車 然後第二個 甚至在卡車司機 渡估 打瞌睡 甚至有發生車禍的時候 他可以幫你打 這個緊急的電話 911 所以這個東西 一打出去了之後 這個對卡車來講 是一個福音 然後第三個部分的話 卡車司機在拼速度的時候 對不對 當然卡車不可能超過100公里 但是原則上的話 如果0到100公里 只要5秒 有5秒鐘的話 其實對卡車 這已經是跑車的速度了 其實夠用 跑車大概是2點多秒 但是5秒對那麼重的 一個卡車來講夠了 如果說你載貨大概 這就知道我沒有開過跑車 我覺得5秒好快 5秒其實對一般的車是蠻快的 但是對跑車來講算是小case 但是原則上如果你載貨 我們現在不是做空車的情況 我們是就載貨這個8萬磅 大概差不多36噸的情況來講的話 0到100秒 大概20秒鐘可以完成 這個已經很厲害了 還有一點就是成本 因為你以前燃油車 跟現在電動車 你現在每一英里 大概是差不多1.6公里的話 你的耗這個成本 大概才1.6美金 那比以前的 大概節省的成本25% 所以這一點我覺得非常的重要 好 除了Semi讓特斯拉股價 衝破千元成為千金股之外 最近好像蠻流行卡車的 我們回到新聞 我們來看有另外一家公司 也因為卡車股價狂飆 被稱為卡車界的特斯拉 Nicola 我是不認識這家公司 想不到他在剛掛牌四天 飆漲了1.18倍 給市值一度壓倒了福特 特斯拉幹掉豐田 Nicola幹掉了福特 對 所以這個是一個 很大的一個變化 那這則新聞 阿關在講的特別的重要 因為我覺得一家公司 尤其是車廠 你如果說只是靠跑車 或者是靠這個 所謂的這個小客車 你沒有辦法穩居 這個所謂的市值第一 那一定要切入到 美國是一個很重要 很大的內需市場 就是卡車 因為卡車代表美國的景氣 對不對 代表運輸業的景氣 所以我們之前不是有分析過 一個叫柯博文指數 那這個的話 就重型卡車的一個指數 那這個指數 如果說今天你的車廠 能夠切入到卡車的話 就等於你南瓜的這個美國 很重要的一個 內需的一個運輸工具 那這裡面 柯博文指數裡面 各位可以去看 美國的指數 S&P是在三月間底反彈 但是柯博文指數的話 是從四月間底反彈 但不管怎麼樣 今天特斯拉說 我要開始做 那基本上就是已經切入到 一個很重要的市場 這個就跟開拓重工 切入到這個工具機 變成美國很重要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內需指標 是一樣的意思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妮蔻的車到底長什麼樣 因為剛剛看到 Semi長得很炫 很厲害 來看一下妮蔻 這是電動卡車 將來電動卡車 可能是另外一個悉心潮流 所以畫面上可以看到 就是妮蔻 股價大漲了超過一倍以上 而且才光掛牌四貼 市值就標 貨 福 特 所以我們回來看 那特斯拉概念股怎麼看呢 我想特斯拉概念股是這樣 比較可惜的一點就是說 因為今天盤勢比較不好 相對來講的話 中國大陸的這個 鹿股這個部分的話 因為上陣跟深陣 最近漲得比較少 而且也沒有受到 這個今天大跌的一個影響 所以變成說 它的寧德時代 電磁股是大漲 將近快3個多% 可是我們台灣 相對今天的特斯拉概念股 因為受到盤勢 其實就沒有表現那麼好 但是這裡面我們幫大家挑幾個 比較抗跌的概念股 第一個的話是 今天報紙上有消息的 1536的核大 各位可以看 第一季的EPS它真的不好 但是它事實上是屬於 比較低基期 因為它5月是股底 Q3會有報復性的訂單 明年大概會回到75億的營收 我們從看一下它的 股價K線圖 這個是K線圖 這個低基期的一個代表 我們把時間拉長一點的話 這波它其實相對來講 漲幅算是比較少 第二個我們來看一個 叫置身科的公司 它也是剛切入到 特斯拉的一個部分 它的氣動安全零件正式切入 第三季大概上看3000輛 然後1.08的第一季的EPS 5月的營收跟這個MOM跟YOY 其實都不是特別好 但是我們可以容許 因為5月份 其實整體的特斯拉的出貨量 也沒有特別的突出 那就K線的結構來講的話 時間拉長 它算是比較中線 相對來講還算蠻強勢的 另外有一檔的話 也就是比較大家耳熟能詳 5457的這個宣德 宣德第一季的營收 第一季的EPS就不錯 2.17 5月份的一個營收 也是三檔裡面最亮眼的 它主要是因為吸手的力訊 切入了Model 3 10條的一個防水線 我們來看一下 它今天股價的一個表現 它雖然是跌 但是跌得比較少 那就K線的一個角度來講 還算是比較強勢整理 所以我今天幫大家準備了 三檔比較抗跌的特斯拉概念股 好 剛剛有名談到了寧德時代 我們給觀眾朋友來看一下 寧德時代的股價表現 那麼在今天台股的大盤大跌 所以很多股價都受到大盤的壓抑 但寧德時代在陸股 在今天是大漲4.66% 所以相關概念股 在明天的台股會不會做發酵 會不會做反應呢 不過台灣的盤面的熱新聞之後 緊接著回到國際焦點 中國跟美國打仗不稀奇 現在中國還跟澳洲打呢 我們來看環球時報還譏諷澳洲說 初初和中國作對 乾做美國附庸講得這麼難聽啊 中澳現在已經正式反目了 之前有大麥有牛肉被調高關稅 又不讓中國人去旅遊 現在有更狠的一招 經濟制裁還不夠 現在中國基礎更狠招式發佈 留學預警來對付澳洲 中國發留學預警 澳洲貿易總長說 如果沒有中國留學生 那澳洲的經濟會受難啊 所以強勢抗澳的情況之下呢 現在中國要緊縮留學生啊 留學生的問題是這樣 這個澳洲有一個自豪的地方就是 國際教育產業或者留學產業 是它的第三大產業 剛剛江蓉也講到 2019年光光中國的留學生 高達26萬1056名的 中國留學生在澳洲 占所有國際留學生的27.3% 這個比重是非常非常高的 光學費收入就高達2524億新台幣 未來六個月內澳洲高校 如果因為中國不放留學生 去澳洲讀書的話 澳洲高校竟然會有高達兩萬一千人 因此而失業這個數字也蠻大的 特別是房產 房地產市場也搓來蛋 如果沒有中國留學生 澳洲的房價一定會大跌 那是因為中國留學生的那個 可能是習慣 或者他們的新的文化 就是虎媽 就是陪讀 然後來了以後呢 他們不傾向於租房子 而是自己買 買豪宅 那就是說自己也住 所以他中國賺錢到澳洲來度假跟花錢 變成一種新的 那個與眾不同的生活方式 那你可以看到他在理事班這邊 瘋狂掃貨 然後拿的是監護人的簽證來澳洲 掃貨以後造成澳洲的房地產開始上升 中國人在布里斯本大賣房地產 光2013到2014就買了將近38億新台幣 2016到2017則有143億新台幣 持續往上跳升 我們從時間序來看就看到 他們的成長速度非常快 大約就增加了3.7倍 而且在2017年在昆士蘭州 已經有超過6000塊土地是中國人所有 所以一旦沒有留學生之後 我們不知道澳洲的房地產 會出現什麼樣的大震盪 那我們回來談 現在澳洲是不是被迫選邊站 我們回到新聞來看 在中國嗆聲說你處處和我們作對 你根本就是把美國當救世主 你是老美的小跟班之後 我們看到澳洲智庫說話了 他說中共你不要這麼兇 其實你們透過籠絡精英 已經對澳洲進行統戰了 而且50萬的中國移民 都是你統戰的幫兇 澳洲總理在這話也講得很兇 他說不會因為你脅迫就出賣我們的價值觀 也就是一傳出中國要緊縮留學生之後 澳洲總理講話了 我們不會因為你的脅迫 我們就讓步 你這裡講得很好 這裡有兩個價值觀 跟經濟利益來做對比 一個就是地緣政治 也是國家安全 另外一個就是價值觀 那國家安全這個部分的話 中共抱怨他的就是 你在南海問題跟美國站在一起 南海那邊離澳洲近 所以那個地方是澳洲會配合美國 然後另外一個地方就是第二島鏈 澳洲出去那邊 因為有很多島國 一大堆島國 那些島國的話就會構成第二島鏈 然後對澳洲的國家安全 是有重要性的 再來一個就是所謂價值觀的問題 那現在澳洲已經選邊站了 選美國那邊 遲早 可是它要付出經濟代價 這是一定的 就是說澳洲這個原物料經濟體 它的很多出口 還有它的流血 它的觀光 的確跟中國大陸那邊 有很密切的來往 那現在要選邊的話 因為這個也沒辦法 就是所有跟中國有關係的 都要選邊 你選中國或者選美國這邊 那當然過程中會付出經濟代價 可是這個沒辦法 因為國家安全跟價值觀的利益 也不能小看 你不能光是為了錢 就出賣自己的價值 對不對 所以我們現在就發現 在被迫選邊的情況下 還有兩個國家跟澳洲會類似 一個就是德國 德國賣汽車 那汽車賣很多到中國大陸的市場 所以德國總理有時候 經常要跑中國大陸 因為汽車產業 連系的鋼鐵 連系的電子零件 這些都很多 那所以整個來看 中澳關係是在美中關係 這個大格局裡面的一個 一個副產品 那澳洲因為是五眼聯盟 所以他會跟著美國分享情報 分享地緣政治的觀點 分享價值觀 好